地產商輪流出聲,為社會運動降溫 加理建設主席黃曉礦稱 香港社會問題已對地產市道構成影響 正審視其影響幅度及時間 希望大家冷靜下來,想一想 相信香港是片複地 風浪過後必然有春天 對未來充滿信心 它指平靜過後 政府要與市民對話 互相聽取意見 市雙方都有落台階 管理層指 會繼續在中港市場重點發展 在港會選擇性投地 出價隨航就市 並相信量化寬鬆及環球減息下 本港樓市不會出現斷崖式調整 加理今年中港 兩地銷售目標為40億及80億元 而半年銷售額分別約13億及52億元 執董黃志光指 今年內地銷售目標或無法達成 因前海樓盤受預售證限制售價 較周租而售價低出一折 故要再視乎情況推盤 香港方面 九龍售新盤暫沽沽山火 王小坑表示 豪宅買家會密切留意市場形勢 而九龍售新盤一直有准買家參觀 但仍需市場給予他們信心才能落實購買 價利中期賺少一乘至35.95億元 期內內地物業收入及無利減少主要受匯率波動影響 每股盈利倒退至2.47元 中期息每股派0.4元 與去年持平 市場 coco無法展示 需要提供